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生活向导节目 我是千瑞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Saramonte Subaru车行 给大家介绍他们的2023年的 Subaru Crosstrek这款车 2023年的Subaru Crosstrek和之前相比 增加了一款特别版的车型 新车采用了沙漠卡其色车漆 这款车漆是多年来首次回归 十分具有纪念意义 判断一款车的市场价值 要看看这款车在广大的消费者身边的 它的这样的一个受欢迎程度 那我们先看看Subaru Crosstrek这款车的市场数据 我们先从单一的销售量这个角度来看 Subaru Crosstrek这款车是从2012年9月开始 在美国开始卖的 根据GoodCar和BetCar网站的数据显示 可以得知2012年9月10月11月和12月的 全美总销售量为7396台 2013年的总销售量就为54011台 2018年的销售是最多 是144384台 2021年的总销售量为127466台 我们做一个粗略的估算 这款车从开卖到现在8年的时间里 销量增加了约236% Crosstrek被凯利蓝皮书KBB.com 连续三年评为同期车中最具转售价值车款 就是说Crosstrek拥有同类产品中 最高的转售价值和最低的折旧率 过去10年销售的Crosstrek车辆中 97%的车辆现在仍然行驶在道路上 超过了Honda CR-V Toyota Raffle 或吉普的Compus 经典的Crosstrek的可靠性 是Crosstrek连续8年被凯利蓝皮书KBB.com 评为最值得信赖的品牌 Crosstrek是SGP Crosstrek为基础而开发的新车款 这一代车款的车身尺寸和上一代车款差不多 它的乘客空间大概是有100.9立方英尺 那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储物空间 行李箱在不打开的情况下 有20.8立方英尺 把后排座椅放倒之后 就会有55.3立方英尺的储物空间 还是比较大的 全系配备标准的iSight驾驶辅助系统 可以选配自动转向大灯 就是在夜晚开车时 大灯会随着转向来变换角度 以及主动驾驶辅助系统 挡风玻璃内侧上方装置了两具CCD摄影镜头 配合VDC车辆动态控制系统 可针对车间距离 弯路 行驶路线偏移等状况 提供警报给驾驶者 在美国每天都有超过1000人因驾驶分心造成车祸而受伤 那苏布鲁获奖的iSight驾驶辅助技术 还有Drive Focus系统就像一名专心的副驾驶员坐在您身边 当驾驶员分心或者是昏昏欲睡的时候提供有用的情报 Drive Focus还可以识别多达5名不同的驾驶员 并记住他们的偏好 包括座椅位置 气温设定 以及外观后视镜的位置 进一步增加了它的便利性 进阶自适应导航控制和车道纠正偏离系统呢 可以提供额外的便捷性和安全性 只要预先设定好 它就可以帮助您转向 刹车 控制油门 同时保持于前车的安全距离 从而减少您的驾驶压力 盲点监测系统会在监测到您的盲点位置有车时 透过两个侧镜发出视觉警告 后方交叉车流警报系统 可以在您倒车的时候 提醒您有车流从侧面接近 倒车自动刹车系统呢 将在您倒车的时候可以自动停车 以避免碰撞 IIHS的一份研究显示 Subaru iSET的驾驶辅助技术 可以将行人相关伤害的发生率降低至35% 越野方面呢 配备双功能的X-Mode 简单说呢 就是当通过积雪及沙石道路时 选择Snow Dirt模式 在轮胎陷入深雪及泥泞道路时 可选择Deep Snow Mood的模式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马上就要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 Subaru的其他车款 欢迎来到Saramonte Subaru车行 这里的华人销售将结成为您服务 如果您家里有二手车的话 Subaru车行也提供收车服务 欢迎过来咨询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